在我的節目裡面 有的時候覺得滿有意思的 我們的節目做了一段的時間以後 有的特別來賓 來的時候還是年輕小伙子 然後愛情不定 心情也不定 一個人常常來上節目 然後我們也常常的問他 你要怎麼樣啊 過不久他談戀愛了 也過不久他終於結婚了 以後就兩個人來上節目 時間過得很快 一兩年的過去了以後 就有了孩子了 等一下在我的節目裡頭 就三個人來了 其實真的有 其實我以為還有的時候 訪問到三代來耶 時間真是太快了 今天我們訪問這一對呢 其實他的小朋友今天 是第一次來到我們節目 有點緊張 好 其實爸爸上節目是很簡單 是帶了小朋友 真的有點比較緊張 希望他很開心 來 讓我們來歡迎 NONO還有海君 還有帶他的NO妹 小燕阿姨 你好 小燕姐 小燕阿姨 妳要說小燕阿姨好 妳要自己講 妳要叫小燕阿姨好 妳說小燕阿姨好 小燕阿姨你好 小燕阿姨你好 妳好耶 說話說得好清楚喔 對 妳說話說得好好聽喔 跟媽媽一樣會唱歌 會不會 妳會不會唱歌 妳也會唱歌啊 那妳要唱一兩句嗎 妳等一下要唱給我聽嗎 好不好 好啊 對嘛 要回答的 好 今天來了這邊 這個都是妳的玩具嗎 對不對 妳要介紹嗎 是不是 要不要下來介紹給阿姨 看一下妳的玩具 不要 好不好 還是妳不要拉小提琴 好不好 拉一下 可以嗎 還是妳找妳的帶瓜 拉一下 這個玩具 好 爸爸先抱一下 好 爸爸的這個妳看 這樣抱 妳講話都好 剛剛好 剛剛好 初體驗 上節目初體驗 所以是害羞一點 幾歲啊 三歲 三歲 三歲兩個月 日子是不是很快 對啊 從妳那個啊 記得剛來坐完沙發 對啊 不是 記得 你在棒球場亂求婚 沒有亂求婚 沒有 沒禮貌是不是 那個岳母有來 今天剛好 媽媽有來 對 媽媽有來 媽媽一直被誤會 對 媽媽一直被誤會 對不對 對 對 你看 媽媽 岳母來 然後講到那個棒球賽 到最後 兩個人 結婚 小孩這麼大 小雨 對 很好 所以從婚前一整條龍 都是在小燕姐的節目這樣出城 對 慢慢來 一直一直一直 後面應該還有 對 帶孫子來上節目 Oh my God 沒有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在我的節目裡頭 就是看到一個人 就是不一樣 以前諾諾就是一個 年輕人 年輕 陽光南海 小夥子 又帥氣 然後出發 沒有帥氣 老師麻煩那個佩樂 阿美老師 對 沒有帥氣 OK 有 有才華 對 沒有想到結婚以後 現在變成一個 餐飲界老闆 對 那天他去我們的 K哥大明星 全部去的都是他準備 不是 那一天 那一天他接了那個通告之後 我就問他說 你人生中 你不就只有那三首歌而已 你這樣你也敢去 他說 我沒有唱歌 我說那你去幹嘛 我去Push我的雞排 給大家歡樂 我去招待其他的歌手朋友 對 做不見的朋友 讓他們有賓之如貴的感覺 對不對 然後我們K哥大明星 所有吃的都是他的產品 太好了 對 真的 都是他的產品 大家去一邊吃 一邊唱歌 而且又吹冷氣 是不是比外景節目舒服很多 太多了 所以是跟這個薛哥簽約了 對 以後就固定 對 節目上面的用餐 就我們提供這樣子 沒有問題 老闆一句話 OK的 來 請坐 請坐 謝謝 各位先生 大家好 好久不見 真的好久不見 聽說海君去主持了一個節目 對 一個任務課外景節目 一個客台的一個節目 任務課 對 叫任務課 然後就會到每一個 有關於客家文化的地方 還有介紹客家美食的地方 去走一走 走 對 但我覺得其實 妳都曬黑了 對 我都曬黑了 也都升了一個色度 對 但我覺得有時候看到 播出之後 覺得我自己在節目上有所成長 我覺得其實也OK 反正像有美白針 有面膜 想開一點就好了 對不對 但我有學習到東西 學習到東西 好 這個就是 因為我為什麼一開始就講 因為這個NONO其實很心疼妳 她認為老婆嫁給她 在家裡就做 做飯 沒有 不是 她希望妳漂漂亮亮 就像貴婦一樣 帶小孩子出去玩玩 然後一年出一張唱片對不對 對啊 就是因為外景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 專門在做外景 我們知道外景的難處 以及她辛苦的地方 而且她是女歌手 然後重點是她外景也就是 因為有些外景可能去店家 你在裡面什麼 可是因為她是客家電視台節目 所以她必須到所有 全台灣每個客家庄 跟客家有關的地方 有些她可能會在深山裡面 對 因為大部分有些客家庄 在山區裡面 所以就會到處跑這樣子 對 因為重點是 她是一個曬太陽會過敏的人 對 然後她又很怕 對 很怕曬太陽 但是 但是她偏要去接外景節目 我們明夜旅行 我說去夏威夷 她說太陽太大了 可不可以經常去一些室內的 還是什麼地方曬不到太陽 可是她偏要接外景節目 所以NONO 這一點我真的要替海軍說話 因為你自己出外景 你覺得很辛苦 但是對她海軍來講 她出外景去主持 然後介紹節目 她回來 她剛剛講的 我剛剛就問她為什麼要做節目 她回來的時候 她看了這個節目 看到自己有成長 對 因為其實有學到東西 我知道 她要一個 你去了就飢餓遊戲 沒有學到這個 我知道 她可能是希望 除了她在歌手這個身分之外 她想要有另外一種的成就 YES 對 因為她剛好有這個機會 因為剛好嫁給大咖的主持 不知道 沒有不知道 剛好嫁給綜藝人 主持人這樣子 然後她想說 那剛好也有機會 可以接觸主持這個東西 因為她之前也有參與戲劇的演出 戲劇的演出 對 她之前也演藍陵王 那個更辛苦 是不是 對 那時候 對 而且都在橫店 戴頭套 每天都是40度 40度 那時候因為還沒結婚 對 可是那時候 那時候我一直覺得 那個也很辛苦 其實那個才真的是很辛苦 那個拍戲 離家又很遠 對 然後總共是戲服 每一天都是穿五層 對 然後其實收工之後 裡面都濕透了 但是就會覺得 我只是希望能夠看到 自己播出的那個時 那個畫面 自己就覺得被人家有稱讚到 然後至少被一些 被一些看電視的觀眾朋友們肯定 朱海君這三個字 其實我覺得一切 都可以先暫時把它拋在腦後 辛苦就拋在腦後 對 但是現在結了婚之後 我發現接了這個外景節目 也許可能在老公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是覺得說他是心疼我的 但是我又覺得 我不想要一直待在家裡面 因為我怕我會跟社會脫節 身為客家人 我又不想要把這個客家文化 流失掉 不會 妳怎麼會跟社會脫節 我在共產物公司 我在按摩 在使徒 走時尚店 沒有 等一下 你的閨蜜 等一下 我其實要跟很多 先生們說 很多人覺得我娶了太太 我給你很好的生活 不愁吃 不愁穿 你想去哪裡就去哪裡玩 你要買什麼東西能買 你絕對沒有跟社會脫節 然後你有這麼多朋友 可以出去逛街 可以這樣 可是他沒有做事 請你注意 就是做事情 我們出去就是有被需要 對 我沒有要他跟社會脫節 我只是強調他 這個工作的辛苦 對 跟難度在哪裡 我覺得就是這個可以取捨 但其他我總不能把他 整天綁在家裡 對 他也不適合整天在家裡 對 你也知道 對 因為我要想到一個方式 既然他那麼說我那麼會 花錢 那我總是要找一個方向來進 我什麼時候說妳很會花錢 有 我只是說妳很會 那我就繼續下去了 沒有 我是說運用 我是說運用 好 老妹 現在幾歲 幾歲 妳幾歲 妳跟阿姨講妳幾歲 跟小雅姨講妳幾歲 三歲 有沒有去幼子園 有沒有 還沒有 講話 妳不是 妳不是有這個要講話 說妳的麥克風 說明年 明年 明年 明年要去幼子園 去幼子園 有很多小朋友 會到了幼子園就會害怕 會哭妳 會不會 不會 妳會害怕嗎 我覺得NO妹一定是很勇敢 像爸爸那麼勇敢 或像媽媽那麼勇敢 對不對 爸爸跟媽媽誰比較勇敢 妳 妳 好厲害 好 謝謝 好 今天是妳第一次來我們節目 對不對 是不是妳第一次上節目 用講的 妳都會回答 關妳帶這個 涼不涼快 聽說妳爸爸很會買玩具給妳 對不對 有沒有 有 媽媽買得多 還是爸爸買得多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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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點 對 他不知道爸爸是玩具達人 他有時候買回來我會說 妳買這個 多少錢 然後他就開始 買給小孩多少錢 我說重點不是 我就把我們家的玩具櫃打開 你看 這個牆這個十倍 對 他說可是那是妳的收藏 這個就是我又要跟爸爸講 是 這個跟這個強十倍 但是他喜歡弱的那個 就是 有些重複 家裡有了 那也是跟我們的衣服一樣 哪一件家裡不是都有 沒有 其實還是有點不同 是不同 也許我買的 比如說Poly也好 還是買了Doraemon 還是Micky也好 他說是我們家有 我有買一系列的 但是他就會跟農妹說 你看爸爸的 他就會打開那個大櫃子 你看 爸爸這個是放米奇米尼的 爸爸這個是放Doraemon的 然後爸爸這個是放什麼...的 但是 不是不能碰 他就會拿下來完之後 因為小孩子會抓他的手 拔他的腳 然後他就會在旁邊 這是個是我收藏了 十幾年來的東西 你就這樣一下子就幫我扭斷了 那我當然當媽媽 當老婆的 就想要趕快把他對不對 去買一個替代的 然後來阻止他不要去玩爸爸的收藏 那農妹啊 你爸爸也有很多玩具對不對 有沒有 那我們可不可以去玩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以喔 那我到你家來 你打開來給我玩好不好 好 好棒啊 你好大方喔 看到 他看人喔 他看人的 真的喔 對 有些貴重的放比較高啦 他拿不到 對 好 對 農妹啊 我聽說你媽媽很會 阿姨 跟妳講話 阿姨 妳媽媽很會燒飯 燒菜對不對 做 那你最喜歡吃哪一樣 媽媽煮什麼 高麗菜 他怎麼會煮高麗菜 因為他喜歡吃菜 那你都常常吃高麗菜嗎 是魚魚 還有什麼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魚魚啊 還有魚魚 還有魚 還有肉肉啊 還有肉 還有肉肉 還有白菜爐 還有炸雞 還有炸薯條對不對 還吃炸薯條啊 點心時刻 有時候其他小朋友 還是家族聚餐的時候 有小孩子在的地方 我就會弄一點那個給他們吃 好棒 來 農妹 我要問妳一個很嚴重 很重要的問題 在家裡 爸爸聲音大 還是媽媽聲音大 媽媽 沒有 媽媽是唱歌的 唱歌聲音大 丹田比較夠力 那妳知不知道 誰的脾氣比較壞 就是有的時候會哭啊 有的時候講話會大聲 是爸爸脾氣壞 還是媽媽脾氣壞 爸爸 爸爸脾氣壞 爸爸會生氣嗎 因為他怕我生氣 他比較不怕他媽媽生氣 你比較怕他生氣吧 就是 對 可是因為小孩不對 你還是要教導嘛 可是他會看到我 對 你不要再耍寶 好 他就會看我 如果我生氣的臉 他就會不理我 然後就會躲起來這樣子 可是我又怕他不理我 可是他過一陣子就會過來 我就會過去說 你要不要吃餅乾 你要不要喝水 然後他就會說 你不是在生氣嗎 是這種口吻 不是那種想 你不是在生氣嗎 我說沒有 你剛剛在生氣 我說我現在沒有了 可是妳在生氣 我說我現在沒有 他們就是很無聊 他們兩個人每天在家 都是為了 就是會偷偷就背著我 比如說他最近 已經有開始在流鼻涕 這個爸爸 就喜歡偷偷的給他吃冰淇淋 然後就打開冰箱 就是他會引誘他 就說 老妹 你來一下... 你看這個冰箱有什麼 他就說冰淇淋對不對 他就會說 不能讓媽媽發現 然後其實我已經聽到了 然後我就裝作不知道這樣子 然後就打開冰箱 然後兩個人 他就躲在一個角落在那邊 偷偷吃 兩個人就躲在角落 好好笑的背影 一個那麼大隻跟一個那麼小隻 躲在那種角落 好可憐 我跟你講 我覺得做爸爸的很奇怪 我一個朋友也是 他帶他的女兒出去買東西 只要是媽媽講不要買了 他們兩個就一定要買 然後買完了以後說 不要告訴媽媽 就覺得去在媽媽外面 犯點法是一件兩個人的秘密 而且很開心 很刺激對不對 然後一回到家 那個小女生一看到媽媽的眼睛 我剛剛也要吃冰淇淋 對... 不是 他是會把所有的罪名 全部是推給他爸爸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在流鼻 聽你怎麼可以吃冰淇淋 我吃冰淇淋喔 因為爸爸他想吃 他叫我陪他吃的 他跟人家回答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他腦筋很好 對 但是就是 他的思考非常的周全這樣講 對 因為他怕你生氣 然後又怕他吃不大冰淇淋 他只好這麼說 睡前習慣到爆料 讓我床上第一個睡死 那妳晚上睡覺的時候是 誰陪妳睡 媽媽陪妳睡 還是阿嬤陪妳睡 還是爸爸陪妳睡 媽媽 那媽媽有說故事給妳聽嗎 有喔 爸爸有沒有說故事給妳聽 爸爸在旁邊睡覺 我吃爆料 待會兒也沒... 妳晚上幾點鐘睡覺 妳幾點睡覺 幾點睡覺 妳幾點睡覺 幾點 妳知道幾點嗎 妳知道幾點 不知道 不知道 那妳晚上睡覺的時候是 誰陪妳睡 媽媽陪妳睡 還是阿嬤陪妳睡 還是爸爸陪妳睡 媽媽 媽媽 那媽媽有說故事給妳聽嗎 有喔 爸爸有沒有說故事給妳聽 爸爸在旁邊睡覺 爸爸 我是爆料大衛美美 累了 爸爸累 爸爸有時候工作外景只要累 會比妳先睡早 太好笑 因為他現在會叫我 比如說我們在客廳看電視 還是在滑手機 他就會說 他就說你不要在我們去樓上了 我們房間在樓上就去睡覺 我就想說就讓他先睡 就烘先睡 對 然後他就會 爸爸會就是比較有經驗 你會比他先睡著 但是人家睡前並不是唱搖籃曲 其實講故事也很少 就是他會跟NO哥玩遊戲 就比如說他要睡覺 一玩不是會很High嗎 沒有 他們玩的遊戲是 我也不太懂的 我百思不解 為什麼要玩這遊戲 他就會跟他爸爸講說 Bobby 我們來玩恐龍 妹妹跟恐龍爸爸好不好 就是代表要睡覺了 對 恐龍妹妹跟恐龍爸爸 都在做什麼呢 他在幹嘛 要不要玩一次給他 玩一次給我們看看好不好 好不好 要不要爬到爸爸身上 來 可以嗎 不要 然後我說我現在又不是要睡覺 我是恐龍爸爸 你是誰 恐龍妹妹 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他就會說我是恐龍妹妹 你們就玩這樣子 然後兩個人就會 這樣對小孩睡覺好嗎 那兩個人就會抓他了 做完之後就開始抱在一起睡覺 這樣 對 就是這樣 我不懂 我就不懂 然後他們就會就是要睡覺 假如你睡著了 他沒有睡覺 但有時候我會堅強的趴下 對 不然就會玩那個 他是客人 我幫他洗頭 對 幫他按摩 對 然後他扮演客人 我幫他按摩這樣子 對 對 然後他就會說 我今天是開車來 請問一下 老闆 你這邊有停車位嗎 然後我們就說有 有停車位 然後進來的時候就說 你好 我是Nomei 我爸爸是Nono 我媽媽是朱海君 我要來按摩 我要找三號按摩師 他為什麼都知道 因為他都陪媽媽去 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知道 所以小孩子都是模仿大人對不對 他的模仿力超強的 他只要看完之後就回來 就什麼都 就開始支持我 對 做這些事情 他還要幫你修指甲 他會幫我修指甲 對不對 就像我們去美甲店做指甲 他就會拿一個 不知道是那種修指甲的刀子 他就會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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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覺得 那一天我出完 對 很好笑 是不是 是不是很好笑 有沒有很好笑 但他也有很貼心的一面 真的是前幾天 我出完外景回來的時候 其實都曬得紅通通的 腳也受不了 因為凌晨到 一直到晚上才回到家 他讓我很貼心 是可以讓我覺得 眼眶泛淚了 他馬上拿著 冰冰的毛巾過來 他就先幫我 敷著我的肩膀 他說媽咪妳先坐一下 我現在是3號的按摩師 我說好 他就坐著 他就用冰冰的那種 涼涼的毛巾幫我敷著 然後他就說 媽咪妳的腳放在這個椅子上 我就這樣擺著 然後就開始幫我捶腿 好好喔 可是我就覺得說 也沒有人教他 媽咪回到家 還是芭比回到家的時候 妳要幫芭比媽咪做按摩這個動作 所以我就覺得他的 好貼心喔 對 妳是很貼心耶 對不對 妳是一個很貼心的男伍妹耶 對 妳真的很貼心 然後我就說 妹妹妳好貼心喔 沒有什麼啦 很多小孩喔 爸爸媽媽上班 因為但是你們 因為不是固定上班 有些小孩 爸爸去上班的時候 他都會哭鬧 妳爸爸出門的時候 妳會不會難過 妳會不會不喜歡爸爸出去 妳有沒有不喜歡爸爸出去 妳有沒有不喜歡爸爸出去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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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有時候我也勸他 我說你很奇怪 你怎麼每次工作回來了 然後你就攤在沙發 你就不出門了 我拜託你出門好不好 不然我們兩個母女不能出去 他一直要叫我出門 我就想說我出去要去哪裡 帶我們出去逛逛啊 對啊 不是 逛街 逛街有啊 對啊 可是他逛一逛就要洗頭了 等很久 對 又來洗頭 農妹 農妹 你最喜歡爸爸帶你去哪裡 爸爸有沒有帶你出去 去哪裡玩 有沒有 去哪裡嗎 你最喜歡去哪裡 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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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東西 去買東西 玩玩具是不是 買東西 爸爸會買什麼給你 爸爸會買什麼 買什麼 我們都買什麼 買恐龍嗎 是買麵包超人的吧 麵包 麵包超人 麵包還是 麵包跟超人還是麵包超人 麵包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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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喜歡去麵包店夾麵包 他喜歡夾麵包 他喜歡吃麵食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說 我們等一下去買麵包好不好 好 那妳要夾嗎 要 要 然後他就是 對 他是喜歡拿那個夾子夾麵包 夾麵包這樣子 對 我很會講 對 妳很會講 他很會講 很會講 吃不多這樣 對 是不是 妳喜歡吃飯飯嗎 有嗎 妳知道媽媽很會唱歌 妳知不知道 妳知道 所以妳覺得媽媽唱歌好不好聽 好聽 那妳這樣要不要唱歌 要 妳要唱歌 妳會嗎 妳要唱歌 妳會唱嗎 好 完了 這樣多一個人跟我爭金取獎 那妳有沒有看到爸爸上電視 有沒有 有 那妳要不要跟爸爸一樣上電視 也要 要嗎 是不是 現在太小了吧 基因都生好的 真的嗎 對啊 有的小孩妳問他 妳要不要上電視不要 這個就可以講話了 對 這個有這個就可以講話 他一直在意他別一個迷你麥 對 別一個麥是可以講話 對 他知道 在這個攝影棚裡面 只有別麥的人可以講話 沒有別麥的人就不能講話 妳知道嗎 特別不特別 好玩嗎 好不好 以後回家 妳跟媽媽說 今天 好不好 那我就要配一組給他囉 配一組給他 沒有別麥的時候就不能講話 妳常常在 妳看那邊照片 妳常常在陪媽媽唱歌是不是 對 在家裡 對不對 陪媽媽在家裡練習 對不對 練歌 有沒有 有沒有陪媽媽唸歌 是... 妳有沒有鼓掌 媽媽唱完妳有沒有鼓掌 有嗎 不行 不... 如果他在我旁邊 我在練唱歌的時候 我唱是正常的 但是他就會說 媽媽妳不要唱... 我自己唱 我就說這是我的歌 不是 這是我的歌 就開始在那邊唱... 然後在那邊跳... 對 然後我就開始就不能唱了 我就... 妳要不要唱歌給小燕阿姨聽 妳要不要唱 要不要唱一首 妳剛來的車上有唱 妳剛剛也在車上唱什麼 妳今天不唱為什麼 妳會害羞是不是 好... 小燕子好不好 等一下再唱好不好 等一下再唱好不好 OK嗎 好 待會兒我要跟爸爸媽媽 做一個玩一個遊戲 你站到我這邊來好不好 可以嗎 好不好 妳去小燕阿姨那邊 妳來當我的助理主持人好不好 可以嗎 好 我有一個助理主持人叫Q講 我還有一個助理主持人叫No妹 好不好 OK 妳聽Q講一起好不好 去小燕阿姨那邊 去小燕阿姨這邊 坐站在那邊 站在那邊 站這邊 好 不要怕他 然後我們說請站起來 好 請站起來 你看沒有 主持人就可以叫他們站起來 對 你就當主持人好不好 好不好 好 請他們背對背 好 背對背 好 要拿牌子對不對 牌子 對 好 這裡面有兩張照片 一張是爸爸的照片對不對 是 對 對 一張是海軍的照片 好 媽媽的 對 我剛剛拿給你的 你剛剛拿給我的 謝謝你喔 我剛剛拿給他的 好 我們站到這邊來看 爸爸跟媽媽 然後會不會拿一樣的照片 好不好 等一下有一樣的 你就說好 好不好 好 那這樣好了 我說我如果問一個問題 問完了你說請回答 好不好 你會不會講 我試一遍好不好 好 好 你們今年幾歲 請回答 你要說請回答 請回答 OK 好棒... 我們就這樣子 我問完了以後 我就要瞇你一下 你就說請回答 好不好 OK 好 請問 NONO跟朱海軍兩位 婚前婚後 誰改變比較多 請回答 請回答 各說自己 NONO說NONO 海軍說海軍 就表示說對方 你們認為他們改變不大 是不是 NONO 有進步的空間 我覺得他還 還好 因為我覺得他婚前跟婚後 只是多了一個媽媽 媽媽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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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媽媽贏了 就是我覺得他就是 多了一個媽媽的身分 其他的就大部分差不多 我覺得對 那你覺得你自己改變 我覺得我的比較大 你改變什麼呢 除了多了一個爸爸的身分之外 然後我的工作內容 也有很多 對 很大的改變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平常的一些作息什麼 也都完全不一樣 好 OK 來 下一題 好 我一樣問你要說 請回答 在家中誰做主 請回答 請回答 在家裡都是爸爸做主啊 爸爸贏了 你們有沒有看到 怎麼辦 對 誰贏了 爸爸贏了 都是爸爸做主耶 爸爸是老大是不是 他也認為是耶 因為他的個性 他不喜歡一些瑣碎的東西 我喜歡做大事 對 像他的一些 像他的一些什麼 酬勞 然後甚至有時候有一些 經濟合約還是什麼東西 他都覺得那些事情 我們家從最大的到最小事情 他都覺得 甚至連他的手機怎麼登錄 什麼那些 都是我一手在幫他處理的 你就是總管 我幫你拿的 總管 沒有 因為他自己不喜歡 有他的個性 因為其實我對3C產品 就是一個白癡 我不太會去摸索那些東西 然後有一些很細膩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 我怕我做不好 然後因為他的要求比較高 這樣子的話 等一下 這個不能拿出來 妳不要拉 爸爸幫妳用 來 爸爸幫妳 幫妳別 那我們拿麥克風好不好 用講的好不好 可以 我可以這樣 今天可以嗎 這樣子好了 別這樣就好了 妳先說好了 大家好 來 請回答 請回答 太好了 謝謝妳 好 OK 那妳要拿嗎 不用 不用 好 來 好 接下來再問下面 好 好 請問兩位 誰的脾氣比較差 我還沒 對 還沒有說 還沒有說 請回答 請回答 你又中獎 爸爸又贏了 爸爸又贏了 爸爸脾氣比較壞對不對 好 我 沒有 爸爸的不是對小孩的 對 你對老婆嗎 不是 就是對整個 你這樣講對嗎 對整個家裡的一些 你對家裡脾氣都不好 某一些事情這樣子 你也不滿意很多事嗎 不是 就是 可是我的脾氣來得快 去得快 就是我比較易怒的人 可是我的易怒不是那種爆炸 就是唠叨 對 碎唸 初老 初老症狀 初老症狀 唠叨 對 我會碎唸 爸爸話很多對不對 小小臉 小小臉 對不對 是不是 OK 下次把他麥克風關掉 對 他很簡單 連那一種塞車 也是逼不得已的事情 他也要在車上發飆 這個就是 這個大家都會吧 沒有 不要 沒有 真的嗎 你們遇到賽車都這樣 對啊 不可能吧 他還好笑了 對啊 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是不是 對 賽車也要發明一點 所以不是那種大聲的 斥責那一種 就是我脾氣有時候會突然會覺得 這樣 可是我不會大小聲這樣 但是會反映出來 我覺得年紀大了要控制一下 有 慢慢再修正 對 不要把家裡當個大老闆 OK 比較喜歡媽媽 NONO 跳出便捷 在你們的心目中 NO妹到底比較喜歡誰 做機會的 機會的 媽媽贏了 她贏了 她覺得爸爸 就是在她心目中 就是很強 很厲害的人 所以我如果贏 有嗎 她有 看你怎麼知道她的 媽媽是不是 好 請問兩位 第一次的初吻 誰主動 媽媽贏了嗎 媽媽贏了 對 媽媽贏了 媽媽贏了 又是爸爸 正常啦 很正常 對 媽媽贏了吧 對 媽媽就媽媽贏了 好 她很在意媽媽有沒有贏 對 她很在意 好 來 請問兩位 誰比較會照顧小孩 所以請回答 請回答 誰贏了 誰贏了 媽媽 對 媽媽 是真的 你也承認 就 因為 我在外面工作的機會比較多 當然 因為雖然我們兩個都新手爸媽 對 可是他對小孩這方面 他就比較厲害 就是 看得出來 因為他一直希望媽媽贏 你懂嗎 他剛剛在比賽中 一直問我媽媽贏了嗎 可是他越來越大 就會慢慢的越來越黏我這樣子 就是要可以看得出來 希望可以 要偷喝飲料 還是冰淇淋就會找他 那不行 那個叫作作弊 好 好 來 誰對生第二胎比較積極 請回答 請回答 所以 媽媽沒有很積極 好 爸爸 真的 你想 對啊 要有個半 對 可是 你講沒有用 我們有在一個規劃計畫 因為像他有 他沒有把自己的臉翻出來 真的嗎 我翻錯了 我翻錯了 來不及了 沒關係 他就問說誰就急急 但是他的配合度OK 對 家裡就是老工作主 對 好的 好 在你們的心目中 貓妹到底比較喜歡誰 請回答 請回答 媽媽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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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很在意媽媽贏了 對 他覺得爸爸 就是在他心目中就是很強 很厲害的人 所以我如果贏了 有嗎 他有 你怎麼知道他的 爸爸是不是很厲害 對 好吧 你怕不怕爸爸 怕不怕 會嗎 怕喔 你會怕我喔 真的嗎 一片人 在外面 好 還有一題 好 請問兩個人吵架的時候 誰比較會先低頭道歉 所以請回答 請回答 媽媽 媽媽贏 媽媽贏 他又說媽媽贏 媽媽贏 媽媽說媽媽先道歉 爸爸說爸爸先道歉 那是誰在道歉 互相就碰到面說對不起 就是這樣 對 就是 就是他會叫我說 你剛剛在罵我 你要跟我說對不起 對 但是他從來沒有跟我說過 對不起三個字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有一些爭執或是吵架 我覺得不一定是我 但是我可以推讓 不是我錯 但是我可以不再囉嗦 對 但是我就是馬上那個 氣氛會馬上轉換 很快就是緩和 現場氣氛 或是沒有 就是夫妻沒有隔夜駕這樣子 對 我也有 然後有什麼醜 對啊 你看他會笑 他會偷笑 可是我們不會在小孩面前 鬧便利 對 千萬不行 來 坐這邊 來 農妹 我想請問你 爸爸 媽媽有沒有吵過架 他們兩個有沒有吵過架 媽媽 以為你 有沒有 有耶 是不是 那媽媽有沒有哭 你在扭屁股幹什麼 你在幹嘛 你要跳舞是不是 媽媽有沒有哭 媽媽哭哭 有沒有哭哭 媽媽 沒有哭哭 爸爸有沒有哭哭 也沒有哭哭 那你有沒有哭哭 你有沒有哭哭 也沒有哭哭 你要講話 都沒有哭哭耶 這是一個很開心的小孩 對 因為小孩 但我覺得他好專業 他知道還是要繼續站在那邊 因為我們覺得小孩成長 出夫妻如果在小孩面前 大吵大鬧或是大小聲 我覺得對 小孩看了會影響他 因為其實有一次 也是因為小吵架 是為了一個小小的事件 那什麼事件我都已經忘記了 就是兩個人的講話的聲音 會比較大聲一點 那就那麼一次 就唯一那麼一次 我妹就說 好了 你們兩個不要再吵了 就因為那一句話 讓我們兩個人互看了一下 就說不可以這樣子 這是錯誤的示範 你說這樣子不錯 你說好的 好的 好的 謝謝 謝謝你 你看 這個主持的位置還不錯對不對 下次以後你再來的時候 就跟我坐在這裡 然後我們來訪問別人好不好 但是不要一直挖鼻孔可以嗎 對 很醜 很醜 對啊 我們現在來看一段 Nomay的成長紀錄好不好 你拍的V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你來說請看 請看 請看 等一下他對著鏡頭 他對著鏡頭請看 很厲害 好厲害 超厲害 小心 慢慢 Algun 怎麼刷 這樣子啊 拿 flipping 你們來 啊 對 怎麼刷 呀 很好 你轟斷他的腳了對不對 對不對 你把它腳扭斷了對不對 你把棒棒的腳扭斷了對不對 有沒有 開始 我喔 Z ERROR CORROR 1、2歲的時候 好小 對 對 那時候很小 1、2歲的時候 就自然而然 就兩個人擺出一樣的姿勢 一樣的姿勢 很好笑 你們家是不是有很多車車 也還有汽車對不對 都是你爸爸買的對不對 都放在哪裡 放在哪裡 會不會放不下 會不會放不下 不會 不會啊 我是說放不下 然後還可以放到我這邊 我這裡有很多停車位 你們可能 可以嗎 小燕阿姨這邊可以停車 要不要 好嗎 開過來 它其實有一方面 有一面它還滿大方的 它願意去跟人家分享 對 所以在我想要計畫 是明年就想要讓它去上學了 所以因為我有看到它 喜歡跟人家分享 分享 這個個性 交朋友 對 我覺得應該是OK的 怎麼了 妳要喝水嗎 妳不是說妳今天要來表演 騎腳踏車嗎 妳要不要騎腳踏車 妳要不要再Q獎 妳去騎一圈 妳去把車騎來這裡好不好 好嗎 妳可以騎來嗎 騎到爸爸這裡就好好不好 要嗎 我說我是主持人 是不是 我是主持人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今天主持人 是要叫別人 妳去騎車 對不對 這部車是妳最新的嗎 是嗎 妳最喜歡哪一部車 哪一部 這一部 那那個Benz汽車呢 妳喜歡嗎 妳喜不喜歡 不喜歡 那是爸爸的對不對 那個沒有太大意思 都是妳買的 用講的 用講的 要講 人家 對 妳要回答 不要抓屁股了 妳來好了 妳不要背對鏡頭 妳要當主持人 妳要當主持人 那妳在那邊 好 我們現在要來 介紹媽媽唱歌好不好 可以嗎 妳不用滑倒 站好 來 我來說 現在我們要請 朱海君小姐唱什麼歌 然後妳說拍手好不好 妳會不會說拍手 好 那我們就來聽 這是妳的新歌對不對 對 這是我新專輯的歌 小燕姐 謝謝 這是誰 等天光 這是誰 媽媽 媽媽 很漂亮對不對 那我們來聽 朱海君小姐的歌曲好不好 好嗎 好不好 我可以唱歌嗎 可以 妳要說什麼 鼓掌 我們來拍手 請大家早 請開手 謝謝 一咪等體育 太久 心房子 都變得這麼大 我來拍手 好嗎 好嗎 請大家 然後 你 還要等的 謝謝 好嗎 尚驚歹一句 买運作運 情緣啊 买來重 心頭都疑風 不感到氣候 夢在這心尖 不知道將心在地牢 想生的浪費 有千萬千尊有心 想送一番情 心頭人 情緣有此處 好棒喔 說謝謝大家 大家好 大家 其實他跟他媽媽在唱的時候 他自己是有表情的 對 有... 對 他有他的那個 對 跟著歌詞在走 他有跟著歌詞在走 對 他又很認真 是 哪一個是媽媽的 謝謝 他會分配 他也可以當道具主 對 可以啊 好 你好 結婚後歌聲變柔和 朱海君節目中是愛 這首歌放了十年了 他都沒有發表過 我拿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好榮幸 老師啊 那你怎麼會想捨得給我 他說 因為你當了人妻 當了媽媽之後 你多了一份柔和感 這真的有差 其實 其實不瞞各位說 我就是那一位老子 謝謝 他會分配 他也可以當道具主 對 你幫我拿 爸爸以前做道具 你來 坐好 快點 對 坐好...快點來 OK 其實真的很開心 看到你們從各自一個人 唱歌 主持 到一個小寶貝今天來 可以跟著你一起唱 是啊 其實我 我在懷... OK 我待會兒唱完了 等一下 等一下再唱 等一下 等一下再換你唱 好 再換我唱 OK 你的呢 我等一下再拿 那時候 在懷孕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那很快的 那之後是不是 慢慢的 我真的就會變成 人家所謂說的 媽媽歌星 對 但是當真的自己 現在當了媽媽歌星之後 我就會覺得其實很幸福 當你在表達任何一首歌的時候 不管是快樂的歌 還是像剛剛的這一首 這一首 比較有感情的歌 我就會覺得現在身邊 多了一個女兒 然後可以牽著我的手一起唱 那種感覺是跟以前自己 站在台上歌唱比賽 那種不一樣的 對 而且 這是誰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人結了婚 有了小孩 真的是會多很多的感觸 你也會有很多的體會 所以唱歌就是不會像以前 那麼簡單 悲哀就是悲哀 開心就是開心 但是會多很多的 不一樣的情緒 應該是說 我覺得我自己現在 在唱歌的時候 只要拿到歌詞跟旋律 像其實剛剛這一首 我這一次的主打歌 等天光 單體跟這首歌 它其實它不是寫給人的 這首歌是寫給一隻小狗的 對 因為這一隻小狗 那Q獎剛剛做的那太適合了 所以我是覺得 剛好怎麼那麼巧 配合這一首歌 那這首 這個小狗狗是被人家遺棄 然後之後被領養 那這個作詞老師 我的製作老師 他就靈感一來 就覺得這個小狗狗的身世 很像一部電影 早期的一部叫 《玉清嫂》的電影 就覺得身世坎坷 然後於是就把他的旋律 然後歌詞 氛圍就在窗邊 他就這樣寫下來這首歌 那這首歌放了10年了 他都沒有發表過 那製作人就說 他一直在等一種聲音 他可以把它影射出來 然後把這首歌的氛圍也好 還有聲音的表達有穿透力 那我就覺得 我拿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好榮幸 我也一直覺得我很懷疑 我說那你放了10年的歌 老師啊 那你怎麼會想捨得給我 他說因為你是朱海君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因為你當了人妻 當了媽媽之後 你多了一份柔和感 對 我就覺得這話 這真的有差 其實謝謝你娶我耶 其實不瞞各位說 我就是那一位老師 不是啦 不是我寫的 我們的製作人八部老師 就是多了一個歷練 多了歷練 人生的一個歷練 那可能唱的這一首歌 詮釋的會更好 對啊 因為有些歌詞 真的說真的 如果用想像的 你真的是很難去唱出來 那個意境 對 今天真的很開心喔 看到你們來 我覺得今天老婆 自從去主持節目 不一樣喔 口條比我好多了 對... 沒有啦 我現在都覺得我不好笑了 對 沒有啦 我今天沒有發揮 沒有 有時候太衝 我都會在後面 對 她都覺得我 為什麼要一直指導她 對 我是跟她分享 沒有 男人就是喜歡指導女人 沒辦法的 好了 對 可以啦 主持人你要真的 老公在家裡指導一直 出來的時候就不要多指導 好不好 來 對 我們跟... 妳 妳是我的主持人 對 助理主持人 然後我們要說 非常謝謝你們來參加 要說謝謝好不好 好 好 謝謝海訊登登的來參加 謝謝